每年4月份 浊西湘各个部落的摄尔祭典活动会陆续举行 而这一次遇到04-03大地震 造成很多的族人没有办法返乡参加这个很重要的祭仪 不过部落里头还是如期举行了 希望借着文化祭活动祈求花莲可以从赈灾当中重建家园 而警方也特别配合整个活动 在现场还加强了防炸防骗防暴力宣导 罗天与秀兰两位部落领袖以肉串米酒祭祀 在释放狼烟昭告禁邀先人祖灵共同来进行 这一年一度的传统摄尔祭典 从祭枪祭狩猎祭到祭典的重头戏 也就是家族父子被带领青少年设鹿儿一事 各项碎士技艺的进行与传承 呈现布农族借由缓缓相扣的技艺 让家族更加紧密连结 达到布农族利他共好圆满的民族文化核心 古丰村轮天与秀兰两部落这一次联合办理传统摄尔祭典 不料却碰上大地震重创花莲交通 部落领袖以及与会的长官贵宾 也特别祈求祖灵及万物众神守护花莲 我们要继续的传承 今天还会非常严重的地震 北部的小亲戚朋友 结果可能没有办法感到 但是我们应该是换个心情来想 我们的文化祭传承还是要继续的举办 但是我们都是花莲县 我们是同岛一命 所以我们自己就心里有数了 其实我也鼓励阿民都在我们在教会祈祷的时候 为这些花莲县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共同祈祷 虽然地震重创花莲交通 同时的旅外族人无法返乡参加这一场年度重大的传统祭典 不过部落传统随时记忆并未中断 传承文化的同时 也藉由与祖灵的共荣 增强守护身心灵的能量 记者是日欲蓝卓西采访报导